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 為一根磁棒 至於X軸上面 它的兩個磁極 分別為Y軸 它的左右兩端 並且和圓點等距 這個棒子它對稱與Y軸 這個是等距的 這是等距的 而X軸平面 則由坐標 走劃分為一二三四個區域 下列有關這磁棒所產生的磁翼線分布 與方向的敘述 哪些是正確的 剛好我們講的是這個磁棒 它是粗細均勻的 它是粗細均勻 那要粗細均勻的話 讓我們曉得這X軸 所以它會這樣射過來 而且它的這個磁翼線 它是對稱與Y軸的 好那因為它是均勻的 所以的話 它上面有一條的話 下面也會跟著有一條 所以事實上它也是對稱與Y軸 它對稱與Y軸 它也是對稱與軸 那只是說它那個方向沒有對稱 它這個方向是往這邊 是往這邊 所以它方向沒有對稱 它方向沒有左右對稱 但是這個方向它有上下對稱 是這樣過來的 它是上下對稱 這個是方向 這個是方向就是從這邊轉過來 從這邊轉過來 所以它方向是上下對稱 就是說它的形狀 我們看形狀 它的形狀上下對稱 左右對稱 但是方向的話 它只有上下對稱 左右沒有對稱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它是怎麼問的 我們看來選一下 它說若在Y軸上 直立一個無限大的平面鏡 在這裡弄有無限大的平面鏡 好 則區域1是磁翼線 1的磁翼線 所形成的這個項 與這個區域3磁翼線分布完全相同 這個你弄一個平面鏡的話 這個平面鏡的話 區域1的磁翼線 區域1的磁翼線的話 它就變成什麼 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它的像 就是說如果這是平面鏡的話 那這個磁翼線 它的方向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它鏡子裡面的像是這個樣子 是這個樣子 它方向是這樣子的 方向是這樣子的 與呢 區域2之磁翼線分布 的分布 分布是一樣的 沒有錯 分布是一樣的 但是呢 方向是相反的 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A這個選項是錯的 就是說 你弄一個平面鏡在這裡 那你呢 看的話 看鏡子裡面 鏡子裡面 它的像的話 是這個樣子 因為什麼呢 這個是鏡子 它這是磁翼線 那磁翼線的話 它這個磁翼線的方向 往這裡的話 在鏡子裡面的話 它是這個樣子 所以在鏡子裡面的方向 跟什麼呢 跟區域2的真子的磁翼線的方向 剛好相反 沒有相反 但是分布是一樣的 分布是一樣的 但是方向相反 所以A這個選項不要行 上面看了也B這個選項 如果在X軸上 直一無限大的平面鏡 在這裡直一的 這樣平面鏡 只要區域2是磁翼線 你平面鏡向上 好 那麼這個的磁翼線 就它的像 那個這個磁翼線是這個樣子 它的像的話 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 這個剛好什麼呢 剛好跟三互相重疊 好 所形成的像 與區域3的磁翼線的分布 與方向完全相同 這個對 這樣看C選項 C選項的話 它是說 若在Y軸上 直立一個無限大的平面鏡 則區域4 區域4 區域4的話 它的像是在哪邊 你平面鏡這樣立著 區域4的話 它的磁翼線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 所以它的像的話 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它的分布跟它一樣沒有錯 但是方向 方向跟它相反 所以他說方向相同 這是錯的 這樣看來第一選項 如果在這個上面 直立一個無限大的平面鏡 則區域1 1 之磁翼線所成的像 這個區域的話 所成的像的話 這個區域是樣子 所形成的像的話 是哪個樣子 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的話 跟這個樣子是一樣的 方向跟分布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D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1這個選項 如果在走上面 直立一個無限大的平面鏡 則區域1 之磁翼線 所形成的像 與區域3 的磁翼線分布與方向相同 這個也是錯的 為什麼 你在這裡的話 一個平面鏡 這個的話 它什麼呢 它是這樣子 那像的話 什麼呢 像的話就這樣子 那跟這個的話 跟這個的話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這樣出來的 這個是這樣出來的 這個它是這樣出來的 它這樣出來的話 至少在這裡就不一樣了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不一樣 它是這樣出來的 它是這樣進去的 所以這個當然不一樣 就是說 它 這個磁翼線的像是這個 這個 這個跟它的分布是不一樣 方向是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 所以呢 依這個選項也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B跟D